前面所介绍的操纵组是细菌的基因调节方式 那我们增和生物呢 高中几乎不能讲 因为太复杂了 我们增和生物没有操纵组 因为操纵组太简单 我们的调节方式更为复杂 好那我们讲一下概念吧 我们基因表达不是有四阶段吗 转入 转入后修饰 转易 转易后修饰 这每一个阶段 我们增和生物都可以调扣 好那我各自挑几个重要的案例 给大家有个概念就好了 例如第一个最源头你的基因 基因在DNA上 DNA平常是缠在组织蛋白上面的 而组织蛋白会形成核小体 它缠得这么紧 我的RNA聚尔酶怎么降落打开 没办法 它被锁起来被绑住了 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一群蛋白叫重塑蛋白 会把组织蛋白移开 让基因露出来 这时候基因才可以让RNA聚尔酶下去转入 不然平常某些基因是平常被关起来的 所以要有重塑蛋白来帮忙 哇天儿 那或者是呢 有些分子它被活化之后 会被叫做转入因子 因为它促进了转入 使得这个基因更容易被RNA聚合酶转入 那平常呢 几乎没有RNA聚合酶想要降落 因为不想来你这里 但如果有转入因子 就更容易被号召来做转入 RNA聚合酶更容易去转入 好那这是示意图 有些刺激物透过在细胞膜上的受体 侦测到了 然后活化这个蛋白 活化 这个蛋白呢 在活化下一级蛋白 好那这蛋白呢 就进入到细胞核里面 当作转入因子 促进RNA聚合酶 快速的转入这个基因 它就产生RNA啊 修饰啊 就开始做蛋白了 好那可是有另外一群 所谓的转入因子 它不是透过什么细胞膜上的受体 它先按门 递交输性这么复杂 它是直接的冲啊 冲到细胞核里面 直接让基因开始表现 那刚好前面这个 在门口按电铃 穿递交输性的 跟这个直接 登堂入式活化基因的 刚好是不同类型的基数 等到耳后高三 我们介绍内分泌那一章节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图 就会好好讲它了 讲清楚说明白 就代表不同类型的基数 好那除了 我们表现出基因前 转入因子 或是筋可能被绑起来不能用之外 也有可能 蛋白质已经产生了 但它平常可能没有活性 我这边补充一下 一个蛋白质或是一个 所谓的蛋白质结构 执行功能 并不是整个蛋白质都有功能的 它有一个位置 特别有活性 称之为active site 我们把它翻译成活性位 或叫活化位 活性 或是活化位 这个位置是真正具有功能的位置 以这个图来讲 我把它画成红色 就这个位置 好可是呢 这个蛋白质的活性位 一开始没有活性 哇怎么办 你必须在这个蛋白质的另一个地方 加入了另外一个活化物 加上去之后 它的3D结构才改变 这时候你的活化位 才被活化 它就开始 哎呦叮咚叮咚 可以做催化反应了 那像这种 我在另外一个位置 活化你这个活化位 这个另外一个位置 不就叫做异位吗 而在异位 活化你的物质 就叫异位 活化物 那同理可证 也有可能 一开始你的 你的这个活性位 活化位 一开始是叮咚叮咚 有功能 但是一旦你接上了另外一个物质之后 就哇 不能活化 不能作用了 那这个物质就叫异位 异质物 所以这样的模式叫异位调控 我通过这个蛋白质的另外一个位置 来调过这个蛋白质的活化位 的活性 可能是抑制 可能是活化 这叫异位调控 好 接下来 假设这个蛋白质 不论它异位调控什么 它在作用中 作用久了 我想要透过它的寿命 来控制它的活性 假设这个蛋白质 作用差不多了 我要把它分解掉 那我们身体还有另外一个机制 叫选择性降解 我给选择性 说那个蛋白 那个蛋白 那个蛋白 要被降解了 降解就是分解 那这方面的研究呢 就有一些科学家发现 这种蛋白质叫做泛素 或叫泛蛋白 英文就叫ubicrytin 这个蛋白质呢 会选择性的 连上特定的蛋白质身上 而科学家把ubicrytin 我们细胞质中的蛋白霉体 它是一个蛋白霉 蛋白霉一堆蛋白霉 混在一起的一个大结构 它会去挑被贴上标签的蛋白质 然后把它分解掉 把它降解掉 所以这可以选择性的 把你不需要蛋白质分解掉 这个机制叫选择性降解 那发现泛素 ubicrytin跟它选择性降解机制的 这三位科学家 获得04年诺贝尔化学奖 是化学哦 因为它研究的是化学机制 可是这个机制在生物体内 十分重要 所以那几年化学老师都不太开心 怎么又是生物的 得化学奖讨厌 然后其中这个以色列科学家 Chichalov 他是医师哦 他在以色列当医生 所以外国的很多医生 本身也有做基础研究 他觉得跟医学有关 可以帮人类更早知道一些机制 所以他本身是医师 来过台湾 听过他演讲 好 那以上是选择性降解的介绍 我们就把 我们整个生物的蛋白质的 一些调节方式 讲到这里